昨天晚上呢巧克力还是在这个黄果树瀑布停车场驻扎的一个人 弱大的停车场就我一辆车 好吧 此刻呢我要去龙宫 再去看看那边 走了 好吧 现在巧克力呢是一个人来到了龙宫门口 龙宫门票和黄果树门票一起是180 当然大家记得这网上买118 两个套票 好了走吧进去看看 走入景区呢 这边是摆了一些骑行怪状的石头 套腻 这边下去是坐船吗 往里面脚 往里面脚 大家要坐船 谢谢 走入这边动作呢 能看到从里面飞游下来的 这里可以坐观光电梯上去 门票还得过去问一下 这里呢那边是浓浓水树 把这个水流流下来 水气非常大 从这边走过去是坐观光电梯 观光电梯的门票呢是20元 就直接上到二楼就行 这边有步行张道 好像十多分钟也就上来了 我看下面牌子写的是 需要50分钟才能爬上来 因为现在我觉得时间不够了 所以买了这个电梯票 结果十多分钟 好吧 现在呢是开始坐船 坐船去游玩 在楼的天网zysta 我ad se 在楼我也没人家 着沙呀 沙路有一个二境龙棚 二境龙棚一定被关闭了 在这边呢就是出了一个洞 再入另一个洞 从地下阿和的洞里面出来过后 进入这个虎穴洞 它里面呢是因为有一个洞石 长得像老虎 所以称为虎穴洞 走吧还是一起去看看吧 来的来了 哇 里面凉是真的凉 摄是发抖的那种 洞杂的洞里面就我一个人 这边呢就是一些 钟乳石 石花 各种造型 啊 犀牛奔月 看一下像不像 那牛头 在这里呢是被附有了它 各种各样的名称 不想爬了 这是一个有点失望的地方 那个溶洞不是很大 一圈几分钟就能走完 坐床的话也是几分钟就能走完 它的票价是定的150 149 说实话 与票价不太符合 就感觉是个小公园 好吧 就这样一圈溜达 一个小时吧 游玩 走了走了 没什么特别的 主要是可能这样的地方去的多了 心情的太阳 反正是感想拼着咋的 所以知道为什么是跟黄果树一起 把你的套票这么便宜了 但是有很多可能不懂的朋友 就会单独买这边的票 那可能就会血亏 好吧 避免大家上班 跟大家说一声 如果有想来看一下的 可以买个套票 顺带着我一下就行 出来过后呢 我是买了一朵花 送给自己两块钱 漂亮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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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